同学们,老师们,朋友们,大家好 22年的10月26号,星期三 欢迎大家来到许业谈的极客片 本周呢,或者说最近我们打破常规 跟大家持续的分享一下 以IMT中国型为题目的 2022年非常维持技术应用的高级研修班的 一些个不为人知的一些个细节吧 那么今天是第三部分 我们继续来了解 之所以我们能够举行高级应用的研修班 他幕后的一些个英雄和故事 当然首先我们感谢北京市政府的人设局 对本次研修班的这个代理支持 没有赶上现场学习的老师和同学们呢 仍然可以扫码去进行现任的学习 那么继续 昨天我们继续来了解 我们荣誉主席矿停运院士 在FITS和V技术发展过程中 所做出的巨大的贡献 那么本身我个人呢 和矿先生呢 也结识了三十多年 我昨天呢 这个翻出来一些过去的这个照片 很幸运 这是我1993年6月份啊 硕士论文答辩的情景 那么 邝先生当时呢 在座 所以呢 和这个邝先生啊 也有三十多年的交情了 邝先生他本身是四川人 他本身 这个四川 父女嘛 本身 个头呢 比较小 但是 在 邝先生的身上啊 但是始终好像有那个 穿妹子 辣妹子那样的一种 火热的 那种感觉 尤其是当他和 和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 会让你永远感觉 他身上有那种 感染力 那种亲和力 那种 甚至那种爆发力 那么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觉得浑身充满了 这个力量 然后他给你的建议 给你的 呵护 给你的 这种 关心 让你 这个 不仅是觉得 这个 今天 这个明天 这个你会觉得这种力量 在你身上 甚至 多数年以后 即使他不在你身边 那么 你都会感觉到 带回来 呃 带到老师和同学们身边 啊 实际上 很大程度上 是 邝先生 多年来 对我的这个教育 啊 和这个培养啊 啊 这部分呢 后边呢 还有机会呢 和大家 这个进一步的分享 啊 那么今天呢 呃 主要是 跟大家分享一个呢 也是 呃 央视呢 呃 一段节目 啊 这段节目呢 是这二十多年来 邝先生 呃 不仅是在育人方面 而且在 呃 教材 呃 的书写 撰写 呃 科普 方面 呃 这个工作 也因此呢 呃 去年 啊 获得了这个金凤凰 啊 奖章 啊 好 下面呢 我就请 呃 朋友和老师们呢 呃 同学们 来一起呢 欣赏 呃 中央电视台 所拍摄的 这一 呃 这一段 呃 这个 影视 好 下次见 她是一位 茂蝶之年 仍充满 创新激情 在科研一线 默默耕耘的 女科学家 她是中国 光合模结构 与功能研究 领域的开拓者 为我国光合作用 研究 走向世界 做出 杰出 贡献 一系列 创新成果 隐喻全球 她因为一本书 与凤凰结缘 因为一套教材 与苏科社 并先奋斗 同目了四千万学生 塑造了凤凰教材 高品位 高质量的 品牌形象 她主编的 光合作用 原初光能转化过程的 原理与调控 荣获第十四届 中国图书奖 她主编的 苏科版 义务教育教科书 生物学 荣获首届 感谢国家基础教育教材 建设家 她就是中科院院士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荒庭云 荒庭云院士 用创新智慧 让我们看见光的力量 她还欣喜国家教育事业 为凤凰登归 为我国基础教育教学改革 做出重要部件 我们致敬荒院士 感谢她与父皇携手二十载 共创出版家计